我们来聊一聊未来吧 之前听跟孟宝聊的时候说 孟宝说包括爸妈可能也提到 说这是最后一次比赛 说这是你三米的个人的比赛 会是最后一次吗 大概率是的 大概率是的 以前可能是别人为我服务 但以后是我为别人服务 你为别人服务是 就是可能要换一种方式吧 换一种方式的不会像这样 那因为确实太累了 然后伤病太多了 然后太痛了 我觉得也是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我今天听孟宝这个 就是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能感觉 你好像是在用最后一丝力气 在比这个奥运会 然后比完之后好像真的 就是最后这一丝力气 用完了的一个感觉 重新去迎接新的人生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时候 都没有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国家的人 但是呢 我觉得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还没开始呢 对 当然 泡泡呢 泡泡 我们会在巴黎见到吗 其实我对 我现在比完了 我还没有说有一种 就是我想象中的轻松的状态 为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你可能是这么多年的 就一直都在练 每天都在就是日复一日的练 就像吃饭喝水睡觉 这种 就是这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都会这样 就是没有说觉得 这个完全与我无惯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 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训练 当你有的时候 你不练的时候 你的身份状况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你不知道要干嘛 他会有一个迷茫期 每个运动员都会 而且更何况是奥运会 冠军 他的起点很高 但是你真的要回归生活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 比想象中的那么好 不会像你想象那么 那么如意的时候 所以你就会进入一个迷茫期 你不知道你能干嘛 你也不知道 你可以干嘛 你会干嘛 所以说这个时候 可能就是需要用 比如说有些人会 学习啊 充实自己啊 然后很多时候会 坐着坐着 就知道你要干嘛了 但你其实你只想 空想是没有用的 你还是要去做 这个可能和很多人的 这个想象会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哇我努力了很久 我就说我们飞运动员啊 看到你们的时候 哇我努力了那么久 我拿到了奥运金牌 我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我欢呼 我庆祝 回去再高兴几天 然后就 然后就 中究都是要回归生活的 而且你 你走向领奖台 一切从零开始的意义是什么 真的意义就是 你以前拿多少块都没有用 你现在只看当下 我只看眼前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要好好去 去理解这句话的真正的意义 就永远不要躺在你 之前的成绩上 永远要走出你的舒适圈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